佛自己怎么修习,我们要修 佛怎样去帮助一些众生,我们还是要修 第十一,第十二 涅槃佛 这叫三圣的化身 第十一句 祝一起进,涅槃佛们 不尽一切,祝进戒中 祝福相续,先出辛苦 向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大时代当中 这个大时代,贤劫 这个一戒当中 师尊告诉我们 作婆世界有一千尊佛出现 很多了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往后还有九百九十六尊佛 紧接着下面的是弥勒 弥勒现在是菩萨 将来降生到这个世界来 实现拔向成道 一尊佛 一尊佛相续不断 虽然说相续不断 现在距离的时间还是太长 释迦牟尼佛灭度了 一千年 降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依照我们中国人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 三千年二十几年 往后还有九千年 九千年之后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过去了 灭法了 换句话说 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个世界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就陷入了黑暗时代 没有人劝你做好事 没有人帮助你觉悟 众生非常之苦 要等弥勒菩萨出世 讲经说法 这个世界再有佛法 可是祝佛如来 无尽的慈悲 佛不住世的时候怎么办 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众生 所以世尊灭后 弥勒没有出世之前 这么长的时间 什么人来主持教法众生 纳摩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是我们对地藏菩萨 特别恭敬的道理 在此地 他是代理佛 那么这是讲的 注意且尽念佛美 好 谢谢大家